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Avengers Infinity War 這支影片是關於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這部電影我個人的劇情解析 所以接下來的部分呢 會講到關於這部電影的劇情有雷內容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電影 不想要被暴雷的話 或者是你已經看過這部電影 但你也不想要被暴雷的話 你的意思是說他看過這部電影 還是不想要知道這部電影裡面的劇情嗎? OKOK 我之前有做了一支 關於這部電影的無雷影評的部分 你也可以去這邊看一下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有兩個半小時的片長 整部電影算是相當的緊湊 有趣有點感人 然後在這麼多角色的戲份分配上面做得不錯 故事相當的完整 緊密集中在一件大事情身上 也只在一個主題上面打轉 我上一支影評有提到導演羅素兄弟 他的慣用手法 從美國隊長2、美國隊長3 到無限之戰的慣用手法 是操弄角色之間深厚的情感 讓觀眾投入到這個 英雄守護世界的老套劇情裡面來 英雄們有大愛沒有錯 但是漫威電影裡面 通常是著重於小愛 勝於大愛的 也一直都很成功 特別是在無限之戰這部 這麼多人死掉的結局裡面 我把我抓到那個故事裡面 讓我感受到結局的力量 但是我沒有說的一點是 但是羅素兄弟 除了操弄角色之間的情感之外 也非常會操作政治議題在電影當中 美國隊長2的動見計畫 美國隊長3的蘇科維亞協議 到無限之戰中 反派薩諾斯口中的那個平衡 於是有些網友跟我說 薩諾斯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 這點我蠻有意見的 我知道有新聞寫說 導演羅素兄弟指出薩諾斯 在這一集裡面是主角 但是我在內文裡面看 只有看到薩諾斯出現的時間很長 戲份很多 打破了過去反派的刻板印象 會以薩諾斯的角度來說故事 我很懷疑這是在翻譯的過程中 新聞記者自行加上了主角這個名詞 在標題當中 是為了追求新聞話題的聳動性 才這麼做的 這就有點誤導了某些人 的確薩諾斯在這一集 《無限之戰》當中 戲份很多 個性很清楚 更帶齊了整部電影的劇情 但是我仍然不認為 他在這部電影裡面是主角的位置 所謂的主角 他必須要承載整個故事的主題 他是主題的中心人物 你能夠說薩諾斯的理念 是這部電影的主題嗎? 在《無限之戰》中 是所有的超級英雄 包含了鋼鐵人 美國隊長 蜘蛛人 浩克 奇異博士 黑豹 布魯斯班納 黑寡婦 飛鴻女巫 幻視 東冰獵鷹 戰爭機器 《星際異共隊》 他們是主角 守護地球 守護宇宙中的每一條生命 電影的主題站在他們那邊 這點有人有意見嗎? 如果有的話請你繼續聽下去 無限之戰的開場非常的漂亮 直接接續雷神索爾 《諸神黃昏》的Ending 讓薩諾斯跟戰力最強的浩克 直接打了一架 讓洛基講出的那一句 東尼斯塔克在《復仇者聯盟》 第一集裡面跟他講的那句台詞 很不幸的浩克被打趴了 也導致了布魯斯班納在後面 沒有辦法再變身成為浩克 這段開場裡面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洛基-Loki 他展現了不同以往的面貌 他原來是這個電影宇宙中 最捉摩不定 最成功的反派人物 在網路上很多的預告分析當中 都還說了 他可能會加入薩諾斯的行列裡面 去進攻地球 沒想到他為了他的哥哥 以及阿斯加的人民們 挺身反抗薩諾斯 很不可自信的 他就拿著一把小刀想要跟薩諾斯幹假 洛基成為了這部電影裡面 死去的第一個重要角色 這一段讓我很震驚的感受到 《無限之戰》開打了 所有誓言要為洛基抱著 他們倆一下好一下壞的感情 經歷了三部所有電影 還有一部復仇者聯盟電影 在這裡是無庸置疑的展現出來 這對兄弟之間的感情有多深 然後來到地球下一段是 小辣椒跟東尼史塔克 這對也是經歷了三部 鋼鐵人電影的情侶檔 準備要結婚生子 然後看到的是 《亡命鴛鴦》 《飛鴻女巫》還有《幻視》 再加上中斷星爵和德摩拉的感情戲 所以我說這是一部 情感非常重的超級英雄電影 還有鋼鐵人跟蜘蛛人的師徒關係 美國隊長和東兵 以及應該是被剪掉的布魯斯班納 還有黑寡婦的戲份 每個角色都對某個人來說 是有著不能失去的意義帶 於是就算面對了什麼樣的危機 人口過剩 資源過少 氣候暖化 生命的意義應該還是大於一切的 所以英雄們才要去守護這個宇宙 也才有這麼多的劇情發生 當你和另外一個人之間的情感 大到升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失去對方 就跟失去自己的生命是一樣的 因為你們兩個人已經緊緊連結在一起了 於是星爵啊還有幻視啊 才看起來像是豬隊友一樣的在扯後腿 於是這些角色建立出生命的重要性 守護這些生命是這些主角的任務 也是他們跟薩諾斯對抗的動機 這樣應該就夠清楚這部電影的主題了吧 然後也很清楚在這部電影的主題這一方的 是所有的超級英雄 然後我們來談談薩諾斯 他是一個有人性的反派 有理想有願景有魅力 而且在這部電影中的最後他贏了 我看到一個有趣的網友說 薩諾斯犧牲格摩拉得到靈魂寶石 讓他看見他付出他的代價 去成就他平衡宇宙的霸業 實現自己的天命 展現自己的決心等等的 我相信這個說法打動得了不少人 但是在靈魂寶石那一關 那段劇情就是證明了薩諾斯 屬於英雄的另外一方 屬於電影主題的另外一方 正是證明了這個反派跟主角的差別 他願意傷害自己最愛的人 去得到那個無限寶石的力量 而相對應的就是奇異博士 為了東尼史塔克的生命 願意犧牲以自己性命守護的時間寶石 格摩拉也是為了聶布拉而屈服了薩諾斯 這就有點像是你要犧牲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你心愛的人 可以讓你選上總統 或者是台大的校長 你願意嗎? 或者反過來說 是你的爸爸媽媽 願不願意犧牲你?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吧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願意這麼做 為了自己的理想等等 覺得這樣子很浪漫 這樣的人正是有著跟薩諾斯一樣思維的狂人 過於偏執的只看見他心中的理想 而看不見其他的東西了 有理想是好事 對這個世界不滿也是好事 但是還是要去衡量這麼做的意義 以及他要付出的代價 不然就跟你討厭一個國家 然後就去攻擊他們的無辜百姓 有什麼兩樣的 我在直播的時候說薩諾斯其實很中二 狂妄自大到不行 以為只有自己是對的 全世界都是錯的 然後為了他的志業 為了他瘋狂的理想 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 並且造成了大量的傷害 這就有點像是川普當選得權之後 做出了那些引人爭議的政策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薩諾斯成功消滅了宇宙這一半的生命 就像是現實生活中有權力的人 做出了一個令人絕望的決定 有點像是這樣的比喻 因此在下一集《復仇者聯盟》裡面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該怎麼修正這件事情 當然薩諾斯在這部電影當中是一個不可或缺 也是成功的一大關鍵 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去敘述這個角色 我沒有要抹滅這些事情的意思 我也不是說他是壞人 他做的是壞事 他就不能是主角 這麼傳統的想法 就像是沙翁的戲劇 他們雷特裡面 他其實在做的也是壞事 他要復仇 他是無庸置疑的主角 還有神作級電視劇 我心中的第一名絕命毒師 主角老闆也是個大壞蛋 但是這兩個主角跟薩諾斯不同 就是劇情是站在他們那邊的 然後在西方的戲劇故事裡面 真正的反派其實只有一種 就是在現實生活中 你不會想要跟他靠近的 你會覺得可怕的人 叫沒有愛的人 不相信人性的人 像是金牌特務的泛倫坦 黑暗騎士的小丑 飛躍杜鵝窩的護理掌 達斯西蒂 佛蒂摩這些都是 這支影片大概就是講到這邊了 如果有什麼關於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的其他問題的話 比方說上支影片中 我說到好久不見的神秘人物是誰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許我還會再拍一支影片來回應這些問題 但是我要先說 我不是像超粒方嗎?法蘭克 或者是BA帥狗這些漫畫達人 所以有些問題我也回答不了 就算回答了可能也沒有什麼說服力 像是驚奇隊長的能力有什麼啊之類的 我還是一定論電影劇情論劇情就好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